大家好,我是凡华社长,今天是8月1号 每天在这里为大家解读过去24小时 数字加密货币市场的新闻 还有盘面操作的心得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的话,请点赞加个关注 也可以加入我的电报群,链接放在视频的下面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呢 好了,我们来直接 好了,我们今天来直接看盘面吧 因为也没有发现所谓的 我觉得可以谈一谈的新闻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比特币 比特币维持了一个高位震荡 真的是高位,就是在41,000左右 42,000这里震荡 你看量的话,除了这一天放大之外 已经又开始萎缩了 现在整个行情真的让我也琢磨不透了 就是说,我觉得这 就是说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操作的关键 就是到底是反转还是反弹 如果是反弹的话 那现在基本上就是高位了 完全没有必要追了,就等着它下来 如果现在是反转的话 也就是说大家觉得,哎呀 这是一波牛市 或者说这今年牛市一波下调了 继继续往上走的一个延续的方式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应该进呢 但是无论是反弹还是反转的话 就算反转你长到这个样子 也应该有一个回调之后 回踩之后再上车也不迟 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个点位最高 因为就像厂里说的 跌久了会涨,涨多了会跌一样 你这从这一波拉起来 拉的这个样子 难道你还直接往上涨 涨到五万六万吗 这肯定也不太现实是吧 就算整个市场再怎么疯狂 也不大可能一波涨起来 你看这这一波涨起来 怎么样也要回调 你这涨越猛,回调的力度越大 就是说你涨的从这涨起来 是的,你可能觉得 哎呀,我要是在这近了 到时候这一波有这一波 但是你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 整个行情是属于什么性质 是反转还是反弹 所以我反正觉得 我建议大家干脆再等一等 就算是反转 它涨上去 哎呀,你觉得 它也会有一个回调 你看那前几历史上呢 就是这样 涨上去 它也有个将近百分之 这个高度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回踩 然后你看 你看要是又从这里弹上来 从这里又涨上去的话 也有个百分之五十的回踩 基本上都会有个回踩 所以说如果它从这里涨上去 就算还会再涨的话 也会有机会 就是如果整个行情是一个反转的话 也会有一个大 就正常的都会有个回踩 你在回踩的时候再进去 也不值 你现在进去 大概你碰到一个回踩 那就不是又被套了合币了 何况现在还不清楚 是个反弹还是反转 如果反转的话 就是说我刚才意思 就是说如果是反转 回踩的时候再进也不值 如果是反弹的话 那你现在进完全就是没套合币了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币 以太币你看这个趋势就更加的 是吧 更加的完全就是一点点一点点的 一点点跟随 就是说市场的阻力完全就是在发 把它的力量全部放在 比特币这里 以太币完全就是属于那种跟随 不知所措 就是比特币涨它也涨它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 从前几天的话 前几天就是比特币在涨带动整个大盘 这两天的话可以明显感觉到 就是那些二三线的币的话 在补涨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 波卡 波卡今天涨得很猛 今天涨得 但是我昨天在群里面还在跟人说 说这一轮比特币算是率先突破了 它这一波下跌之后的一个区间的一个相顶 但是其他的币其实并没有 其他的币比如说波卡的话 它这一波下跌之后的箱体在这个区间 实际上它这一波拉起来 还是在这个箱体的中位线 就是它还没有突破这个所谓的 它的箱体的顶部在这 比特币的顶部在这 它已经突破了 你看波卡的顶部在这还找得很呢 它能不能突破真的还不知道 它这一波跌下来就是把这个坑刚刚填满了 然后往上走了一个事态 还能不能往上涨 真的还不知道 然后看那个索辣了 索辣了 你看它也是一波跌下来 它一个区间在这里 在这个区间就是在上在43下在2020块钱 22左右正间震荡 今天是35 它算是反弹有力量的 已经反弹到356了 也就是但是它也没有达到所谓的前一波箱体的这个顶部 所以很多币种现在弹的力度很高 但是它们的高度实际上还远远达不到比特币的高度 比特币已经冲破了 它这个从这一波下跌回来之后 这个箱体的顶部 搞摆出一个架势一下往上走 就是搞出一种反转的这种味道 但是其他的币的话 那完全都还是一个反弹的性质 那索辣了什么东西的 你看以太币都还没有突破前期的一个顶部 所以说它 你说它到底现在是反转还反弹 但是现在还真的很难说的 就是比特币在这儿 一波架势摆得很猛 而且还像是一波反转的样子 但是整个市场我依然觉得 我不觉得这是一波反转 我依然觉得这仅仅只是一波反弹 而且是一种预谋很久的或者说恶意的反弹 就是想把我们吸引进来 你反转的可能性 还不是很明显 所以我 所以我 虽然我总是要打空仓 大家很多说 哎呀空仓 大家我们就少了这一波赚钱 可踏空了 是的 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大家踏空了 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吧 我的操作性格属于那种比较很 很讲究安全 我不希望整个人 就是说一旦入场之后 哎呀搞得很被套了 或者说把握不了这个行情的方向 或者说自己进的点位不好 搞得整金人心情不好 所以我就希望要一种 比较安全的方式的入场 所以我总是觉得它会低低低低到低到 一个我觉得比较和你的价位之后再进 这样我的操作策略是 我不希望每天搞得我胆疑作怕 因为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每个人都是 不同的操作的策略吧 如果你的操作策略是可以承受这种 入场的波动 或者说能够承受一定的风险的话 那当然就说如果下次再遇到所谓的 在盘面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新低的一个坑之后 就是说这个一个坑跌出了新低之后 你可以大胆的入场然后搏一下 看看市场有没有一个反转或者反弹的 一个小小的一波行情 但是我这个人的性格并不是这种性格 我反正怎么说呢 所以说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导致了我的操作策略是这样 如果你的操作性格操作策略 是另外一个风格的话 那我也可以就在我以后 在节目中间分析的时候 我带上这么一种策略 就是说一种激进的风格的策略 就在这个点面 我觉得如果你是激进风格的话 可以稍微入场 到时候就在节目中 适当的加一些这样的解说吧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对了 这就是昨天 在群里面有一个人推荐我 看这个人的视频 然后告诉把他的心得分享 在我视频中分享 我看了一下这个人的节目 他的意思就是说 比特币的价格跟美元指数 你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在这里可以查是 是多少美元指数 他说是多少 是DKY 美元指数的代码是DKY DKY 诶 怎么没找到 DKY 美元指数是DKY 他的这个视频 这个博主的 这个博主有多少 十万粉丝的一个外国小哥的博主 他的意思就是说 比特币的价格跟这种 美元的指数 强弱指数 有某种意义上的关联 比如说他说在美元指数下跌1% 比特币会上涨4% 就这么一个小小微的关系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说 有一种通货 就是说比特币是一个 避免自己资产 在通货膨胀中受到损失的一个工具 就是说实际上很好理解 就是说比如说几年几十年前 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说有所谓的万元户 我看到一篇文章说 当年那个时候流行所谓的万元户的时候的 一万元一万块钱 相关于现在的一千万 但是如果你当时把一万块钱传到银行 你现在去取依然还只是一万块钱 可能稍微有点利息 利息跟这一千万钱肯定是不能比的 但是如果你当时拿一万块钱买了比特币 那比特币就会帮助你抵抗这种通胀的这种损失 它的实际上的逻辑就是说 我们整个市场 整个世界的法币 美元也好 人民币也好 欧元也好 是在贬值了 长期开始在贬值了 但是如果你现在手上拿的法币 现在又没有找到适合的 适合你自己的投资渠道的话 那你就买比特币 因为比特币是一种对抗这种 就是说对抗这种通胀的贬值的 一个很好的工具 他说他得出来的结论是如果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下跌 美元指数下跌 实际上就是说美元在贬值 如果美元贬值了1% 然后比特币会价格就上涨4% 有这么一个 他说发现了这么一个规律在这里 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说本来当初中本冲发明了比特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要对抗所谓的中央集权的金融 也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说 要对抗这种难发难印钞 导致我们普通脑果性的这种资产贬值 他当时发明比特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要大家买比特币 买比特币之后就可以抵抗这种通胀 就是说虽然我们世界美元也好欧元也好 价格在贬值什么东西了 但是你就相当于买一个房子 买一个房子然后一步行在升值 实际上房子并没有升值 只是我们的货币在贬值 变相来看好像房子在升值一样 比特币也一样 比特币看起来比特币也在上涨 在价格上涨 逐年上涨 实际上反向来看 是我们手上的所谓的这种法币在贬值 而导致了看起来这种升涨 这种价格上涨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这 其实这个道理一说就明白 也没什么 所以说如果你只是想买比特币出于一种抵抗资产贬值的这种逻辑的话 那确实那你完全就没必要看每天 那你就没有必要每天盯着盘 因为你买了之后只是为了抵抗通胀嘛 那你十年八年以后 比如你现在有一万块钱 十年八年以后有一万块钱如果存到银行贬值贬到一千块钱是吧 那到时候你如果把现在一万块钱买到比特币 那到时候十年以后 依然还是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万块钱的购买力 其实一样的道理 那你就没有必要看 那所谓的 那你就没有必要盯着每天盘面看 哎呀比特币价格波动 那你就随便买嘛 现在买 买了之后 你放了周期是放了十年八年这么长 那你现在任何 就算六万块钱买十年八年以后 你肯定是赚的 但是所以他这个逻辑 他这个逻辑其实就是说要大家长线持有的逻辑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昨天一期视频下面的留言 我们来点评一下 然后有十二个留言 等芳花社长准备追高的时候就开始出货了 你这个言论很打击人啊 我暂时我也不准备追高 所以你就不出货吧 你就拿着吧 感觉还要震荡上涨半个月再砸 我也觉得 可能就是说他 我昨天一期视频里的观点就是整个市场 就是说可能整个市场 如果不是反转的话 市场的庄家从这一波下来拿到很多便宜货 然后便宜货之后上涨一波 然后新一波就帮他在高位接盘 就这个逻辑也没有什么 所以可能如果现在大家不蜂拥而入 就还会继续震荡的震荡的 高位震荡震完了之后就会下跌了 然后什么 坚持才能走得远不要放弃 一路看空单到现在后绝望 我也是空单 其实怎么说呢 看你就说如果你 纯粹就是看你自己操作的风险承受能力 你如果能够承受一定的风险的话 你就大胆的在当初就应该大胆 创了新低之后 大胆的买进考 就是驳一下有个反弹 当然如果你驳错的是吧 你要是驳错 比如说你当时在这一轮行情这里一轮下跌 你说哎呀这这一轮下跌 你说哎呀创出新低了 然后你进去买 你买之后一下跌下跌到这里 那很难说嘛是吧 你每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市场也不一样 你说创出新低之后 我们就砸出一个黄金坑 然后我们就进去博反弹 那很多时候有时候 没博到 操了个三腰呢 也不好说 你现在看到的是哎呀空仓 至少你没有亏嘛 你到时候要是亏的钱怎么说呢 所以看就是看每个人的操作策略习惯 能不能了解一下 朋友呢 IEX这个虚拟地产游戏 也是用了元宇宙的概念 目前还没有投入市场 内无人够地块决断 这是什么游戏啊 我都不知道 我搜查搜索一下 这是个什么游戏啊 那官网在哪儿啊 他的官网我也没有查到 他的这个网站这么难查嘛 是这吗 搜索一下这个 是这吗 没有啊 是什么 这个游戏我不知道 我了解一下下个节目再说一下吧 我现在也不知道 所以说我就不说了 这种想法不对 宁可套牢也不能踏空 看来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 这个看每个人的操作的策略吧 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我也不好说 到底谁对谁错 你要是觉得你那种方式 和私合你的话 那你就按照你的思维去操作也可以 反正这个纯粹看个人 定头就无所谓了 三万以下买了一点就是抗通胀 只要货币超发 比特币长期就会有价值 做合约压力肯定大 但是三到五年持有线货也没什么压力 是的 他这个怎么说呢 很多人买比特币的话 并不是图一个一个星期 一个一千两千或者一个月 很多人买比特币 是一个常见投资的概念在这里 就是图个至少三五年的七八年的 这样的话 至少就是说他们分散投资 就是说买就像买这买那 分散投资把资产就是平衡一下 有一个抗通胀的一个目的在这里 那比特币确实是一个比较怎么说的 比较好的一个抗通胀的一个资产吧 可以买点比特币到三万三到三万四 我觉得还是今年这里应该能看到这个价格 三万三到三万四 我觉得反正我始终觉得 今年这一波上涨的很大概念 只是一个反弹 不可能一波又上涨 这无论怎么看大环境都不大可能支撑 一波从这里一波直线往上涨 这我觉得不大可能 破零 谢谢 好了 这就是今天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我们再多说一下 喜欢我的话 请点赞加个关注 也可以加我的电报群 链接放在视频的下面 然后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